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校长的名字叫做Nick尼 Nick你好 周乐好 听众大家好 其实在我们整个湾区的学生家长 对于Nick尼的名字一定非常熟悉 过去您是在南湾Mountain View开补习学校 现在移到中半岛 让中半岛的好多的学生和家长都兴奋不已 谢谢 谢谢 因为在中半岛这样子的institution比较少 相对来是少一些 所以真的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请问在IVGO补习中心里面 主要的课程是什么 同时为了2014年暑假的到来 就是现在又有哪一些特别的补习的项目呢 我们主要是特色就是有三大服务 第一大服务就是academic after school 这个跟中文学校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量身定做的tutoring 第三个就是大学规划 大学包装 哦 对 三大项目 三大项目 我们把它全部给串联在一起 是 是 是 然后就是量身定做 我们特点就是说不用学生家长去sign这种long term contract 不需要大家把你捆绑进来 你喜欢我们的服务 就继续用我们的服务 是 那么在这一行 Nick您已经从事教育工作多少年了 要看怎么算 但是就是说比较professional的来做 就是说专门把它作为一个business 做了六年多 六年多了 在这过去六年多的历史以来 孩子们的学习的年纪是从小学初中或者是高中 一直到几岁的孩子呢 以前教的比较广吧 以前主要是k to twelfth grade 然后也有college k都有啊 就是kindergarten 对 其实很好的 因为当你有这种我们叫做比较大的一种 就是比较wide的一个range的学生之后 你对教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就是好像在养一个小小的苗一样的 对 你像种树一样 你把最小的树一直种到参见大树的时候 你有这种经营力 它会让你看到整个的过程 当你对整个过程的时候有了解的时候 你对教育就有不同的理解 好 非常感激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把Nick学校的电话号码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是650-235-4198 对 650-235-4198 我们先把这个get out of the way 然后我们就来进行 今天就是面临暑假 同时很多的孩子呢 孩子的家长有各种各种对于孩子的期许 对于孩子应该怎么样spend这个summer 有很多的期望值 Nick呢就是在今年的暑假里 在7月14号就要开一个班 这个班是after school 但是这个after school呢 它有它的特点 跟市面上一般的补习班的内容 还有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请Nick介绍 谢谢周乐 就是说我以前做tutoring为主 主要是tutoring 但是我以前做tutoring的时候呢 家长 这事实上是家长的idea 不是我invented 就是很多家长就一直要求 就说哎呀 你们能不能开一种 就是特别是acadamute after school 跟传统的中文学校不一样 给家长另外一种选择 我不是说中文学校不好啊 但是就说能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么这种选择是什么呢 就说特别是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我们做summer 但是主要是给school year的用的 Oh during school year用的 During school year 对我们一般是三点到六点 下午三点到六点 就是孩子们放学以后 对 但是呢家长就很多家长跟我说呢 就说第一我们希望作业啊 要能够不光说有人看着学生做作业 然后能够检查作业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辅导和检查作业 这个就是homework的support homework support 但是一般呢中文学校比较难一些 因为呢中文学校呢 做的他一般班比较大 十几个学生 一般是呢home support 十几个学生 你做一个老师 就我的做不到 嗯 我很难想象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所以贵校是采取小班制 对小班制 一个班里面最多十几个学生 最多不会超过十个 一般可能就七八个 哦呦哇 实在是受到老师的personal的attention 对你只有在这个size之下 老师才能够帮助到学生 但是又要make sure 虽然是homework support 又不要让孩子们觉得very boring 很有压力哈 还好还好 我们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子 老师都是很professional的 要知道怎么去encourage他 所以这第一个是homework support 第二个呢就是enrichment program 就是家长需要 OK不然我小杨上完中文学校 我周末还要去上补习班 你不用再去上补习班 哦不需要了 对然后呢我们一般第二个小时 就是各种各样的enrichment classes 哦包括哪些呢 reading writing math study skills and we may add art 哇art就比如说像画画这样子的 drawing painting things like that 主要是就是想学生 做完他一些enrichment 在我们在我们的这种 academic environment里面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 还有在这种制度之下 那我下面一个要请教 Nick校长的 就是贵校的师资了 听起来好像是要 很多不同的老师 他都是在某一个area 都非常strong 有strong background的这些师资 对我们老师除了我之外吧 可能都是白人 所以我们不能教中文 但是他们英文都很好 对对然后呢我们一般老师最少都是college毕业的 但是一般都很好大学毕业的 都有一些教学经济 然后我们都会做很多training 所以这跟传统的中文学校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教学类的after school 以教学为主的after school 不是一个play based after school 而且我们的班很小 小班制 对 师资坚强 对 然后homework support 然后又是enrichment在academic方面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unique一种after school 好这个解释蛮详细蛮清楚的 如果家长要追问 那我的孩子一个礼拜要去上几天课呢 要花多少钱呢 对我们minimum是4 4 days a week maximum is 5 Monday to Friday 一周五天的话是590块钱一个月 那么一周四天的话是495块钱一个月 价钱比中文school稍微要贵一点 我知道中文school大概540上下 要贵一点点 但是我的班小啊 然后我们做的 说是academic的活比play based要更多 of course 要多很多 脑力激荡的更多 对 所以我已经push to the minimum that it's very very reasonable 其实very very good 是 那在暑假 比如说7月14号开课 对 暑假来 那有哪一些homework support是内容呢 因为现在是 没有homework support 不是就是那他这个academic的enrichment是下一年的吗 是来年的吗 不是我们暑期呢 主要是办一个像也是补习班 但是没有homework support 但是就是用其他的课来代替 like what like reading vocabulary development like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development essay public speech study skills arts 还有public speech啊 right public speech is typically together with essay 所以我们一般会学生 写和说 对 写完了之后 我们教学生写 写完了之后 we typically ask students to stand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then they need to 来克服他自己的spear yeah it's important 但是我们中国的小孩 但是他们的表达能力怎么样 其实表达能力经常和essay是有很直接关系的 你的essay写得好 你经常表达能力写得好 词能达意 对 否则就词不达意 对 然后呢 但是它又有点不一样 就说 public speech 你还overcome一个fear 有些人文章写得好 但是他不敢站起来 这个要怎么办 就是要鼓励 要训练 其实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很多学生都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想想看 我都可以被训练出来 因为有时候就在小孩走路似的 为什么小孩经常 其实小孩按理论上来说 infant 理论上来说 他更小的时候 他都可以走路 但是他扶着墙走 不是他不能走 是他一个fear 就是一个 怕摔倒 摔跤的一个fear 那么事实上 如果有人去引导 去push他 有时候小孩是需要push的 就说 let go 放手 鼓励他 鼓励他 摔跤没关系 千万不要说 哎呀摔跤了 透死了 对 其实public speech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很多教学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跟美国的教学理念 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我们有点像中西 中西合并 对 I like that 那我知道在这个班呢 就是after school enrichment 并且是用英文来教学的这个班 是多年来 您的一个goal 就是在过去您在南湾 Mountain View教学的时候 对 就有很多很多的家长 一直在跟您要求说 应该要再办一个这个班 应该是在学校开始的时候办这个班 学校开始 因为他们就是 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个 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只做tutoring 没有这种group 所以呢我们也有学生做 也就一周来五天 一周来四天 但是我们cost非常高 就差不多到了每个月要一千块钱 就说绝大部分家长都无法support 所以 has to be a better way of doing this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该怎么做 结果设计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是7月14号开班 对 那是为期一个月或是两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到8月中旬就结束 因为学校马上就开学了 是是是 学校开学之后 如果有兴趣的学生 喜欢我们服务的学生 那么他就可以转到下午 是 因为这个班是早上 这个班是早上 对 早上我们9点钟可以被drop off class started at 9.30 然后11点半结束 12 o'clock late pick up 那transportation的部分呢 现在也是我们也是用一个third party 我们negotiate it with the third party 提供接送 提供接送 他们一般只说one way one way for one month typical is 120 to 140 a month 其实非常非常便宜 这个价钱是very competitive 非常便宜 我们专门替我们学生找的 也很安全 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的 所以比一般的老师去接送 安全 其实安全很多 是 因为他们是有 他们是有certification 有专门的training 也有insurance 也有insurance 而且我们学校处在的位置 有自己独立的parking 所以非常安全 是 我们刚才在讲的是 在7月14号开始 也是补习班吗 对 也是叫做补习班 对 half day half day是早上 9点半到11点半 对 这个班的交通问题 交通问题也是很多家长们 心里面必须要了解的 对 他才能够安排他自己的时间 对 他自己的视听 那么如果说来参加的孩子们 他们的年纪 就是他们的age不一样 对 您是怎么样把它regroup的呢 哇 您飞得非常专业 这个飞得好 我们不收低于二年级的 OK 只有二到十二年级 二到十二 二年级以上 哦 二年级以上 对 那是分几个班呢 我们一般分两到三个班 是 对 然后就是看最后enrollment的情况 我们都会去分班 然后我们有些技巧是一样的呢 比如说二年级和五年级分在一起 那么他有些skills the same like study skills is the same 大家都会一起上 I see OK 有些不一样的我们就individualize 就是每个学生有不同的课本 是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课本 对 所以我们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他们的课本跟在学校念书的课本是不一样的 有相同处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 相同处呢 我们采取课本一般来说都是common core standard 就是学校也是common core standard 我们也是common core standard 那么学校呢就是 但是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教材 所以我们不会跟学校重复 听起来这个one month is well spent 不但学生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父母呢把孩子送到贵校来呢 也是非常的放心 因为暑假是慢慢暑假 如果他能够集中一个月 来参加这个补习班 对他的来年来讲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比起孩子们心不会玩得太野嘛 actually they need to be ready that's the word 孩子们必须要be ready for next year for next year and it's only half day 对 so after that 还可以去玩 on the weekends you can play forever whatever and then after afternoon you can play 所以啦 很多大人都在说 please study hard and play hard exactly 好 那么7月14号在ivgo学校补习班 由Nick你所负责的这个补习班呢 正在收报名的学生 报名的电话是650-235-4198 650-235-4198 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我希望Nick可以来补充一下 刚刚我们没有被访谈到的内容 就是如果 但这个补习班不 有些学生是不适合的 什么样的学生不适合呢 新移民学生是不适合的 I see 新移民学生 事实上是很忌讳上大课的 就说比如说 我们经常有些新移民学生 比如说像SAT班 其实效果是很差的 所以新移民学生的教学中 很关键的一点是 量身定做 tutoring 所以有新移民的学生 请不要报这个班 因为我知道不工作 还有些学生 有学习障碍的 这个也是不工作 但是我们可以教 但是不能在大班教 像比如说有学生有ADD 有ADHD 这些学生都可以教的 但是不能上大班 是 好 那我就明白了 什么样的孩子 适合来上这个班 什么样的孩子 是要独特的 特别的design来辅导的 非常感谢您校长 感谢您 听众朋友 IVGO在7月14号 要开的这个班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想直接报名 请致电650-235-4198 650-235-4198 谢谢您 接着呢 我们就请收听下面的访谈 马上回来 好消息 Nick 尼 尼校长在 Sumptill开设一家 全新学习中心 IVGO 长春藤补习 湾区 唯区唯一一家 融学习技巧于课后 补习的学习中心 不仅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而且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保证40小时提高一个年级 薪止开业 报名者可免费试学4小时 IVGO 长春藤补习 位于Hillsdale Mall附近 报名电话650-235-4198 235-4198 您想知道如何进入享誉盛名的中医名校吗 欢迎参加加州中医药大学 6月28号星期六下午2至40 校园开放日 有30年教学经验 师资强大 设备齐全 执照考取率及就业率高 正派办学合法合法i20 招收国际学生 临床教授经验丰富 6月28号星期六下午2至40 净备查点 欢迎来电报名 电话408-260-0208 分机220 网址3w.5branches.edu 408-260-0208 分机220 Rebecca Lean卖物有方 华尔街金榜提名 我们的买卖双赢package 让您省心又省钱 详情请致电 Rebecca Lean408-720-6800 Rebecca Lean408-720-6800 市场屡创新高 您害怕退休投资大幅下跌吗 退休产品五花八门 您懂得如何选择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William Fong 6月28日早上10点 Copatino 下午2点 Fremont 免费退休投资讲座 William Fong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 不收费 他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 退休投资策略等 报名电话 408-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财经天地 一周股市分析 现在让我来介绍 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Portfolio Manager Richard Wang Richard好久不见 你好 好久不见 Lily你好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的6月27号 很快的在下个礼拜一 就是2014年上半年的 上半年的股市就结束了 但是到今天这个情况 可以说是大局已定 所以我们今天呢 除了讲本周本日 更要讲上半年的 美国的股市的分析 这个内容非常的精彩 并且包括在下半年 美国的股市可能的走势 非常欢迎你Richard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礼拜五 美国的成绩表现 在道琼斯上涨了5.71点 坐收在16,851.84 NASDAQ上涨了18.88 坐收在4,397.93 标普500上涨了3.74点 收市在1960.96 Russell 2000上涨了8.75 收市报是1189.46 这样子的成绩造成在第二季度呢 表现的的确是比第一季度的好 所以造成了在前六个月的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借Richard的头脑来告诉我们 在半年以来 美国的股市的成绩表现如何 排名如何 我们先把三大指数的情况 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道琼斯到今天收盘为止 大概是上涨了大概1.67% 其实大部分的涨幅都是在第二季 第一季其实涨跌并不多 就是基本上第一季是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State & Poo在半年以来 已经涨了6% NASDAQ大概已经涨了有5% Russell 2000大概涨了2% 可以充分看得出来就是在这四大的指数里面 S&P涨了最好 排名第一 对 因为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股票的这个sector里面涨得最好的过去半年 是Energy和这个Utility 那么因为很多电力公司都是在这个State & Poo 500里面 所以严重的 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比率比较多 所以State & Poo的表现就比其他的几个指数要好得多 通常Richard Energy还有Utility是在经济什么样的周期之下 常成长得比较漂亮比较亮丽呢 我觉得如果从整体的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就是第二季呢 大部分的基金管理人都把过去股票赚到的钱 把它rebalance到一些fixed income type的这种投资上去 也就是说像 固定收入 对像Long-Term Bank 像Utility的State 像REIT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当然Energy涨得好呢 也跟过去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 就是紧张的情势有关 比如说伊拉克的内战 跟这个乌克兰的内战所造成的这个油价上涨 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可以充分的感觉到就是 很多的钱呢 它的走向非常的这个快速 尤其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热钱 它不见得是会到美国来 但是它会parking在美元计价的这个资产上面 比如说美股或者是美债 这个当然是跟第一季的Emerging Market的货币的贬值 就是比较弱嘛 相对来讲美元在目前来讲 是属于一个比较强的momentum 虽然我们一直以为美金会升值 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 但是它这个momentum一直在build 这是为什么美元对日元对欧元呢 相对来讲它的这个anticipating的升值的这个期望 一直在那个momentum一直在那里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为什么美股跟美债呢 到目前为止两个都是在非常高的位置上 所以这是一个资金的这个流向 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虽然UUP这个是代表美元的ETF 它在六月初是达到比较高点的21块7左右 今天是回到21块3毛4 但是不可否认的它还是在这个区间 并且是在高点的区间晃荡 那么我也很觉得很puzzle的就是 为什么美债为什么债券在今年表现得这么好 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债券之所以表现得很好 当然就是根据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 就是第一个是美元是在momentum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anticipate会走强的一个货币 所以很多的热钱都集中或者是争取parking在美元上面 那么一parking到美元呢 他们第一个选择就是可能去买美股或者是去买美债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买的不一定是美国的公债吧 我想他们是优先买美债 因为这个欧元目前是负利率 那么刚刚宣布了负利率 欧元是负利率 银行不要他的钱 否则要punish他 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的欧洲的热钱 他比较优先的parking在美股 因为美债在未来呢 他们是认为美国会调高利率嘛 所以他们觉得美元相对来讲会比较强劲一点在走势上 虽然还没有真的发生 但是这个momentum一直在build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美债 就是包括美国公司债券跟政府债券呢 在最近这两年呢 它的发行数量呢就减少很多 所以它变成物以稀为贵 因为它的demand很大 但是它的实际的发行量比以前减少了一半 所以这是为什么 就是升多周少的意思 对对对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来讲 在最近这个quarter升值得非常多 我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你知道这个zero coupon bond 在最近的这个半年呢 它升值了19% 这个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 所以其实我都有一点在担忧的 就是说债券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泡沫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要呼吁这个收音机旁 听众朋友 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有很多长期债券 或者是中期债券的话 你可能要找个时间review一下 因为你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 因为我觉得债券目前的价格是有点偏高的 OK 已经泡沫形成了 但是泡沫可以越吹越大 但是什么原因一风吹草动 它要破起来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OK 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其实在看到上半年的股指的这个指数 道琼斯上涨不到2% 标普500上涨6% NASDA上涨5% 而Russell 2000上涨2% 可见得这个个人手中的portfolio的进展 如果是超过指数的话 就是您挑个股挑的是对的 那其实如果说真的是买一个股票指数的ETF的话 这个成长也没有这么多 可见到2014年真的是让我们说对了 真的是要谨慎选股的一年 但是现在股市是在高点 如果您做的很成功 您的股票的成长也很长足的进步 那现在如何掌控自己的portfolio呢 真的很怕跌下去 因为大家都在想是不是overbought是不是调整 这个回调马上就要发生 有没有一些策略 是的 在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不管是equity也好 或者是债券也好 其实都是有进入一个超买的现象 这是不容容置疑的 因为它的确是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如何在这个超买的这种情况下 你来管控你的这个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头痛的一个课题 我是觉得如果你自己不是非常有经验的话呢 除了请教你的投资顾问之外呢 当然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 那么我可以就是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 那么根据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财务需要 去做一个比较比较细致的一个安排 那么当然了通常呢 在这种高位的情况下 你也有几种做法可以来rebalance你的portfolio 那么比如说债券的部分呢 尽量停在比较短期的债券 因为当利息剧烈升高的时候呢 短期债券所受到的这个impact会比较小 自己在Market跌下去之后 也比较有筹码可以再去买 或再去balance 你觉得合适的这个投资标的 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运用一些市场上的工具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dollar cost average来买 这么你可以分散在timing上的一些风险 可以运用一些option 但是这些工具基本上来讲 尤其是option呢 它涉及的这个专业知识比较多 那么也不是一般的投资人可以进入 所以而且可能相对来讲 你付的管理费用也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是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打我的电话 我会非常乐意的为大家做一个说明 非常好 Richard Wang的联络电话是408-646-8034 408-646-8034 那我们讲完了上半年 非常eager的想要知道2014年下半年的股市 又是怎么样子的 同时在最近有好几只非常红的股票 还有几只非常红 并且这个要推出来的这个floating share 非常大的一些即将上市的IPO 我们将要在休息一下近段广告之后 回来由Richard Wang告诉您 好的 我们暂尽广告 马上回来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亲爱的湾区朋友们 夏天到了老赵川菜馆 本月隆重推出成都风味宵夜小菜 呛藕片 拌土豆丝 虎皮尖椒 青椒玉米 卤凤爪 卤鸭掌 干扁苦瓜 麻辣鸭脖子 凉拌猪耳朵 荷叶西饭 绿豆西饭 老赵川菜馆夏夜美食等着您来哦 老赵川菜馆位于400号 马菲布洛瓦特 Mountainview 定位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津津乐道 承诺您在动荡多元的时代里 掌握金融趋势世界动脉 津津乐道 成就您发挥潜能解决困境 为您及下一代创造另一个高峰 请别错过每周六日晚间 在Comcast KCNS 38台晚间9点钟的全面性综合性访谈节目 津津乐道 市场屡创新高 您害怕退休投资大幅下跌吗 退休产品五花八门 您懂得如何选择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William Fong 6月28日早上10点 下午2点 免费退休投资讲座 William Fong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 退休投资策略等 报名电话408-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2014年的6月27号 礼拜五 请到的嘉宾 他是Portfolio Manager 王光夏 Richard Wang 我们刚才在上半场 提到了2014年的上半年的经济的背景 造成债势高涨的原因 还有美股表现的成绩的这些顺序 是标普500里面的energy占的分量比较大 utility占的分量比较大 因此标普500成长6% 是今年三大股指在上半年表现的最好的一个股指 下半年的走势是不是还是这样子的呢 Richard 我想下半年的股市呢 应该会有点改变 因为我们下半年有很重要的其中大选 一些公共议题呢 可能会成为股市走向的一个 关注的焦点 一个因素 对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在发生 那么这些事变的演变究竟会对整个经济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油价的走势 目前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伊拉克的内战 会不会直接再影响到油价的上升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在下半年特别关注的 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发生冲突的地方 虽然是发生在美国境外 可是它的石油会影响到全球都在用的原油的价格 是 那么乌克兰的内战呢 也可能会影响到欧洲的一些银行的债券的这个价钱 那么甚至直接影响到这个欧洲的银行的一些这个股价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当然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就是中国在下半年是不是能够克服它在房地产下跌 跟这个很多理财产品到期的这个风险呢 是不是能够 有哪一些理财产品的到期 中国呢按这个目前大家在谈论的 就是说它在未来两年呢 可能有大概一大概有2.8万亿的这个理财产品可能要到期 那么这个会不会 到期了以后就变成cash了吗 不是 它这些理财产品到期的时候呢 如果它的这个这个这个发行的这个债券的这个这个agent呢 它不能够偿还它的这个本金跟利息的话呢 它必须要发行新的债券来取代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它不能够达到它的这个目标的话呢 可能会引起一些投资人的不安 那么会不会连多连锁的造成一些系统上的风险 这个就有待观察 但是我觉得真正发生这样的可能性的比率并不高 因为中国政府呢 通常它有比较强的这个宏观调控的能力 去克服这些局部地区的这种这种恐慌 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应该有能力 可以度过这些所谓的这种这种危机的一种猜测 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情况是不能被控制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世界跟美国的股市 所以这一点也是下半年存在的一个变数 那么第三个部分可能会影响股价的 就当然还是各大公司的盈余 是不是还是会继续的成长 那么是不是还能够支撑目前股价的这么高的价位 这是一个 哇这个很重要 这是fundamental 这是这是另一个要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Fed的这个升息的这个pace 会不会有什么政策上的巨大改变 会不会提前 这个当然每45天我们都会观察一下 不过看起来我觉得目前最快调高利息的时间 应该还是在明年的第二季初 那目前来讲是这样 但也有可能因为经济的疲软会延后 因为最近出来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个GDP 第一季已经被调降成负的2.9 那么第二季很多财务公司也把它调低到只有3 所以我们觉得有可能Fed会延迟1到2个quarter去调高利率 所以我觉得真正调高利率的时机可能会是在明年的第四季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 纯属个人观点 一个推测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因素 是不是会影响下半年的股市 好 有一些是美国本土的一些经济数据 或者是GDP是代表整个国家的生产毛额 当然第一季调低了 这个是因为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美国有好些的地方 极端的气候造成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工业 整个的地区的商业了 还有工业的活动完全下当 并且下当的非常久 比如说机场都不能降落 也不能起飞 工厂被迫停工等等 这个你看 这个气候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这个生产力 实在是很可怕 但是美国呢 因为在整个的monetary的policy做得这么好 现在呢 有很多在过去外流的这些工作的机会 现在也慢慢的回到美国了 但是另外还有个题外话 就是过去美国是所有的engineer最喜欢来的国家 现在这个国家变成是印度了 很多高科技的人才呢 都直接跑到印度去工作了 真的是风水大大的轮流转呢 是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提出几只个股 那这几只个股呢 是比较出风头的一些股票 那么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股分七股的 一股分了七股的apple apple呢 在达到最高点的就是那个分股以后的第二天 再度上涨 从第三天开始缓慢下跌 但是他将要在9月10月 要推出新型的大的两款的手机iPhone6 这个消息呢 也让他也摆脱了这个 认为他是紧紧的跟在Google后面的 一个这种声势啊 而认为apple的iPhone还是独一无二的 还是一枝独秀的 两天上涨 今天更上涨了一块钱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91块9 对 我想下半年呢 apple呢是一个可以关注的股票 我们觉得他应该有可能可以突破到 就是分股前的大概750块吧 我想也就是差不多是在 105到110块之间 在未来半年 我想他还是有可能会到达到那个价位的 我认识有一个人 他是在没有分股之前 他的本钱是8块多买进来的 那是相当好的价钱 所以这个投资人呢 他因为个性也很 他很喜欢apple做的东西 他就一直留 分股了以后 他的average cost是一股一块多钱 是的 所以这个股票再怎么跌也跌不到他呀 但是他现在要想的这些方法就不一样了 他想到的是卖掉要付税 因此他的做法可能比较不一样 是 那么另外也可以关注的就是目前这个 批发市场上的这个DRAN跟Flash Memory的这个价格一直在涨 所以我想Sandisk跟micron这两个股票呢 还是一个很可以关注的一个 就是两个目标 Sandisk SNDK 他已经在102块的价位 已经维持1 2 3 4 5 6 7 8 8个交易日了 今天再度上涨了0.1% 今天的价格是102块7毛4 他这个盘了这么久 那下面一波是要突破上限来往上冲吗 是他们觉得他可能会到130块 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就是Intel其实也不错 如果你比较保守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micron 刚才Richard提到了两只 一只Sandisk一个micron美光 他今天下跌1.53% 现在的价格比较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比较affordable 是31块5毛1 是 他的盈余在下扩的应该还会比这个扩的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到达45块左右 预估价格是45块 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很红的半导体指数里面的Intel 更是一只独秀 他有一个好大的gap up 从28一直到29块半 今天持续上涨到达30块9毛3 今天上涨0.49% 是我想他应该还是有机会上看33到35那个部位 我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哎呀厉害厉害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提出来的股票并不是在推荐让您及时买入 而是要值得关注并且要自己多加研究 那么现在来讲比较弱势的股票 其中有一个是eBay eBay呢 哎呀是50块08上涨1.23% 但是还是改不了他下跌的一个趋势 是因为他原来要把paypal spin off出来这件事好像不能成功 所以大家就downplay他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目前应该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尤其像这种网上零售的股票呢 在年底的时候通常会好一点 那么当然在8月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这个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 阿里巴巴定于2014年8月8号阿里巴巴发发发 是 这个股票呢 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也许在报纸桌上也去也看到了这个消息 就是说有的人认为他的这个整个的公司结构呢 可能对于美国的投资人会有点风险 那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公司呢 基本上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五个这个网路营业的这个执照呢 基本上都不是这个公司 而是由这个阿里巴巴的董事长啊 这马云他个人去用 那么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这个 对于网路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呢 他是不准让外国公司去用这个营业执照 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那么因为这个特别的安排呢 所以引起了美国的这个华尔街的一些报道杂志 就觉得这个整个公司的结构呢 可能对美国的投资人而言呢 会有一点风险 那么我们只是提出这个看法 那么如果你要投资阿里巴巴的话呢 你可能要把这个因素呢考虑进去 是 好 另外一个在2013年非常火红的Amazon 在2014年呢 也是光彩不光彩不在 今天收盘是324块5毛7 来谈论一下Amazon吧 他的business model还是很红啊 大家还是猛在他的网站上买东西啊 他有好多东西 还是免tax又免运费呢 是 其实Amazon是一个争议蛮多的股票 有很多的分析师认为 他的PE值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有的人认为他起码 就是overvalue大概150块 但是因为他的整个的business strategy 确实是目前来讲呢 还是一个就是无法估量的一个前景 所以呢通常我想大部分上市的网络公司 都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期望的这个希望的premium在里面 所以你很难估算说 他是不是真的用传统单纯的PE的方法来衡量 就可以确定他就应该值多少钱 我们认为阿玛总目前的价位呢 仍然是值得些许买进的 不过你还是要double check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看看是不是适合买进这样的公司 哇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 只嫌时间不够 Portfolio Manager Richard Wang 他的联络电话 让您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来谈话 看看自己的Portfolio 如果要有更好的表现的话 事实应该要找一个专家来替自己 来替自己管钱了 408-646-8034 408-646-8034 欢迎您致电Richard Wang 嘿王光夏先生 Richard今天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莉莉 谢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 祝您周末愉快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这个单元的访谈到这个地方结束 谢谢您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以上节目内容仅供研究参考 并不建议买卖任何特定股票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层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您想知道如何进入 享誉盛名的中医名校吗 欢迎参加加州中医药大学 6月28号星期六下午2至4时 校园开放日 有30年教学经验 师资强大 设备齐全 执照考取率及就业率高 正派办学 合法合法i20 招收国际学生 临床教授经验丰富 6月28号星期六下午2至4时 净备查点 欢迎来电报名 电话408-260-0208 分机220 网址3w.5branchise.edu 408-260-0208 分机220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屋卖屋其贷款 并营两体抄一 打准伤机 买得低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 贷友好 整钱 仔细 都已消 金算子买无买无极贷款 一步到位买卖 这些是贷款开心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无买无妙 金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YouTube Staffer 变导成算过目 不忘 享誉加州 五十三十四五三 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帮助我们顺利的跨越 从而提升生活的品质 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生活教练 红利 红利老师您好 周乐您好 西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好 通过您的介绍 在前面两次的访谈中 生活教练是一对一的 私人教练的服务方式 可以面对面进行 也可以通过网路电话来进行 根据我的了解 红利的Live Coaching 除了一对一的教练服务 还有小组方式的Workshop 还有相关的培训 能够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吗 是的 除了一对一的教练服务 我们还做小组的研讨班 和一些相关的培训 目前有关于积极心理学的幸福作法 主要是研讨关于积极心理学的概念 并将积极心理学的概念 和相关技巧 应用到生活当中 帮助大家提升幸福感 另外呢 还有易经的课程和催眠的课程 易经的课程和催眠的课程 谈到红利易经 红利老师的易经文章 在中国大陆的网路和报纸上都连载了 也有很多的读者都拜读了 恭喜您啊 谢谢 红利老师 很多人都觉得易经是很难懂的 易经跟红利的life coaching 又是如何有相关的关联呢 是 最开始听到易经也觉得很神秘 很陌生 不过学习之后呢 其实发现易经就是在讲生活中最土素的道理 易经是一本一切知识经验和学问的老书 是人类思想的来源 红利life coaching呢 把易经的哲学思想作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会经常把易经里的思想和概念 用在教练方法之中 在目前的生活教练同行中是很独特的 也是很有效果的 易经其实是与每一个人相关的 没有想象那么难 红利life coaching呢 主要用易经里的思想和方法 帮助人们得心应手处理生活的方方面面 哇 您提到得心应手 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红利老师 把易经的思想和方法应用在生活教练的方法中 红利的life coaching应该是独一无二的life coaching的方法了 那么普通人学习易经有什么好处呢 就我个人觉得 大家学习易经的好处 除了修身养性 易经就好像指路的明灯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 解决很多的困惑 更好的生活 而作为一个工具呢 易经更重要的特点是 帮助你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无论是在事业上 生活上 也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大的小的情形当中 为了避免失败呢 你该如何行动和作为 从而顺利实现目标 这意味着你好比自己有了一个顾问 帮助你面对人生中的各种状况 易经不是让我们无所作为 易经是鼓励有所作为 但是强调的不要妄为 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因为不恰当的行为 而给自己制造很多的麻烦和障碍 所以呢 学习学习易经 对指导我们如何正确的作为 减少失败 很有好处的 嗯 非常有含义 真是不错 一般人想要学易经 都不知道如何入手 您对于学习易经的建议是什么呢 从什么开始学习呢 对 很多人对易经有兴趣 自己买书看 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 我们在传授易经的过程中 有一套有效的方法 可以让学员很容易进入和理解易经 在学习易经的路径方面呢 我们强调十二个字 读经 悟道 明示 优素 预器和诚业 让我来再重复一下 十二个字可以解释易经的精髓 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是正确的道路 就是读经 误道 明示 优素 预器 成业 能不能跟听众朋友更深一步的解释一下吗 可以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挑选择来讲吧 所谓读经呢 就是读经文了 当然有时候人们会读懂文字 但不一定领悟意思 所以呢 常常需要指导 对于易经的悟道呢 就是感悟经的内容 既然易经讲的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道理 一般大家有了生活阅历之后呢 都会悟道一些道理 但是呢 道是靠悟的 不是靠学的 读完经之后呢 就是要悟道 接下来呢 就是明示 每次谈到明示呢 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用易经的道来分析格局 来明确自己的位置 清楚自己的地盘 知道自己在哪 这个对我们实际生活很重要 是 这里的事呢 可以分为大中小事 从宏观到围观的各种情形 就拿中国功夫来做例子吧 在水平相当的时候 如果要战胜对手武艺和抢战有力的位置 哪个更重要呢 那我想应该是站住地盘最重要吧 对 其实呢 中国武术对较量中的站位很有想救 比如大家经常听到了林波微步 就是以易经的六十四怪为基础 非常精妙 能顺出可能躲闪的方位 那躲闪时会到什么样的方位呢 可以用来躲避众多敌人的进攻 并且在快速的移动中 准确击中对方某个致命的要害 直到最后将对手避到失败的境地 这个就是选好自己的有力方位和位置 站好地盘比谁都强 同样呢 民事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什么位置是对的 什么位置是不对的 无论大事小事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很清楚 自己出在什么样的位置 要先弄明白弄清楚 为后面的如何行动 打下良好的基础 生活中呢 很多人在没有弄清楚这个环节的时候呢 就会随意的说话 随意的做事 当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另外一句古话 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更深妙的延伸吧 真的是好有意思啊 是 当我们很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之后呢 就可以优数了 也就是优化自己的方法 技巧和工具 所以学习一经呢 可以帮助我们如何使用工具 如何正确的做事 如何采用正确的方法 那接下来呢 就是玉器 玉器就是组织整合资源 成业 就是去实现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直到成功 这里的业呢 不是仅仅只事业 而是生活中各种希望达到的目标和梦想 所以我们研读一经呢 不是不做事 而是不妄为 做我们能做的 不做那些不该做的 原来如此 这些真的是对我们如何正确的做事情 并且能够做成功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发觉 一经英文翻译成book of changes 那么一经是不是就是讲阴阳变化的呢 是 阴阳呢 是中国人的祖先观察自然界的规律 总结归纳所得 其基本的概念 说简单点呢 就是阴阳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基础 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有阴阳属性的 天下的一切变化都是阴阳的变化 阴阳理论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比如哲学 中医 武术 书法 建筑等等 包括您我的生活 如果我们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就可以好好的应用 使其有利于我们的生活 要了解一经 从大家熟悉的太极图 可能更容易体会 这里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 您觉得什么样的形状是最完美的呢 嗯 我想这个问题问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也许有不一样的答案 我个人是觉得圆形是最完美的图 因为它代表圆满 同意 圆呢 没有能缴 丰满 圆润 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周而复时 可以不断地运动着 中国人呢 经常用圆满 团圆 圆融 来表示美好 和谐 太极图是个圆形的图 表达着完美和谐的概念 其实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快乐 不就是在追求一种和谐 美满的感觉吗 真是的 明明白白的 就是一个追求圆满 追求幸福就是一个圆满的感觉 在形状上就是圆形咯 是 同时 世界并非静止的呀 继续看 太极图里呢 阳杆s型 将圆呢 画成了黑白两部分 分别像鱼的样子 所以又叫阴阳鱼图 这样的曲线划分 很生动的表现了动态的感觉 黑白分别代表阴阳 黑中有白点 白中有黑点 表明你中有我 我中有理 相互依存 相互对立 并且呢 阴阳二气 在流动中 此消彼长 和相互转换 流畅的运动者 进行着平衡 保持圆的完美 对于不但变化的动态世界呢 对于我们变化无常的人生 怎么才能保持像圆一样的完美呢 一幅简单的图案 展现着灵明尽致 它会指导我们怎么做 人生要和谐 也就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啊 真是对 对 在美国呢 现在做身心灵研究 和探索的越来越多 用的最多最普遍的词是 平衡和谐 明镜等等 而这些不正是几千年的中国 一经讲得到你吗 是的 平衡英文叫balance 和谐叫做harmony 宁静就是peace 那这些字真的也印证了 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经的道理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一经是关于变化的书 变化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一经语的义呢 就是变化有三个基本的意思 一个是简易 一个是变易 还有一个是不易 那简易呢 可以理解为 无论世界多么变化 莫测 复杂 深奥 其实背后的根本道理 是很简单的 就好比前面讲到 阴阳两个简单元素 就可以描述 世间深奥的哲理 包罗宇宙外向 把很复杂的 深奥的东西变得简单 在很多时候呢 对于错综复杂的现象 我们看不清局势 一经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那些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第二个变易呢 比较好理解 世间万物呢 都是在不同的变化之中的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 变呢 是一经的基本概念 如果懂得这一点呢 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适应 顺应 而不是拒绝改变 接下来就是不易了 不易呢 就是不变的意思 一经的不易 无论世界万物怎么变 都会有着不变的法则 所以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 叫做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也在表达不易的道理呢 所以呢 了解一经的三亿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 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 帮我们正确对待 人生的变化无常 减少因为变化带来的 心理落差和恐惧 从而是不是可以 少些痛苦呢 很多人害怕改变 如果我们接受 变的自然规律 并养成了一种 适应的习惯 也许我们会变得坦然 同时呢 遵循宇宙的自然规律 顺势而为 我们的人生 就会变得更加顺利和美好呢 那真是太好了 有人把人生的现在 未来和过去 拿来说明简易 变异和不易 我觉得非常好 对于过去 我们无法改变 是不易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纠缠于过去 改变不了的东西 生活中很多人 喜欢对过去 纠缠不清 对于未来呢 未来是变化莫测的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是变异 我们无法把握 所以也不必过于担忧 而现在呢 是有的变 有的不变 很复杂 是简易 所以我们需要看清楚 我们改变不了过去 无法预知未来 唯有好好把握 现在 让易经开启 我们的智慧吧 也欢迎大家来 学习易经 谢谢大家 易经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如何采用正确的方法 实在是很有帮助 非常谢谢 Live Coach 红利老师 联络到红利的电话号码是 407-808-9228 407-808-9228 谢谢红利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再见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